对于中国军机逼近大马领空这件事 中国驻马大使馆发言人回复报馆的询问说 这是中国空军的例行飞行训练活动 不针对任何的国家 全国爱国者协会则火力全开 批评联邦政府反应迟缓 并认为中国军机日前入侵大马领空的行为 应该得到最强烈的外交回应 该协会还说 政府似乎没有严正看待这件事 其实外交部长纳杜斯里西山穆丁 在昨天深夜已经发文告表示 马来西亚将针对入侵事件 向中国发出外交抗议 对于这起事件 我们现在就连线给国际指示评论员蓝中华 听听他怎么说 蓝大哥你好 对于这件事 有些人说是逼近大马的领空 但是有些人却说是已经入侵了大马的领空 蓝大哥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你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空军昨天所发布的文告 它有澄清就是有指明就是没有侵犯到马来西亚的领空 在这个问题之上我们需要分辨清楚就是国际空域和领空的概念 领空的概念就是马来西亚的国土 就是上面的空域就是属于我们的领空 然后第二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领海 我们马来西亚是遵守就是12海里 海岸线之外算是12海里之外的海域算是领海了 然后在领海的上空 就是也是属于我们的领空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只是在海岸线之外 就是12海里之外有领海和领空 所以昨天中国的军机飞到去那个距离沙拉越海岸线之外 60海里的地方 所以他们没有算是侵犯马来西亚的领空 当然侵犯领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然后如果它侵犯领空 马来西亚依法依据马来西亚的国内法甚至是国际法 我们都有权采取任何行动 包括击落 包括就是波斯塔降落 然后甚至是采取一些执法的行为 但是因为它没有侵犯马来西亚的领空 所以马来西亚是没有法律的权利去驱逐它 或者是什么样子之类了 根据马来西亚昨天文告的说法是 它进入了马来西亚 所谓的John Malitim Malaysia 所谓的John Malitim Malaysia 它的概念就是说 马来西亚的海市区域 所谓的马来西亚海市区域 它的概念是说 它是由马来西亚的领海 马来西亚的专属经济区域 还有马来西亚的大陆架组成的 所以这三个海域组成了马来西亚的海市区 而在这个三个海市区里面 只有领海是拥有主权 而至于那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还有那个大陆架 那是马来西亚单方面划定的一个主权伸缩 而不是每个国家都承认的了 至今为止应该承认的国家 应该大概只有印尼和泰国 但是他们只是承认了一部分而已 没有承认马来西亚全部的主权了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分清楚这个问题了 当然这个中国这个军机 他们以那个战术编队飞行来到这个南中国海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了 而且是飞到这么南端这个东西了 在之前他们是也有组织过 他们的战机包括轰炸机 也有在那个南海巡视 但是是没有去到这么南端 去到那个沙劳越这个海域 这么靠近沙劳越海域 这么样的一个距离了 好的 这起事件是否会对马中关系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那根据的文告 那个所发布的信息 它发生的时间是在于 5月31号 那个早上的11点多的时间 这一天刚刚好 深化了一些和中国 庆祝建交47周年的纪念日 然后这个对马来西亚来说 肯定不是一个很友好的行为 毕竟这个应该是属于 在一个和平还有友好的气氛之下 庆祝建交的友好的节日 但是这是派军机过来 靠近你的领土的那个空域 这毕竟在任何的国际行为上 都不算是一个友好的行为 我们可以相信比心 就是说如果美国 在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国建交的时间 那一天那个纪念日 派他们的航空母舰 去了那个台湾海峡 那么中国会怎么样反应呢 中国可能也会觉得 很不友好的一个行为 虽然是没有违反国际法 但是中国可能会觉得 也会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很友好的行为 所以中国方面要相信比心 然后第一个就是 可能中国在这方面 可能会出现一个外交部 和这个中国的国防部 可能会有一些沟通 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毕竟在这一天 5月31号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还在庆祝这个 马中建交的时候 但是中国的国防部 就派了他们的军机 飞到靠近这个 马来西亚的一个空域 所以他们可能是两方面 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才导致这种所谓的 互相矛盾的行为出现 那以你的经验 你预测这件事情 将会怎么样收场 马来西亚在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 然后马来西亚需要依靠中国的疫苗这个帮助 所以在这种打格局之下 马来西亚如何在不得罪中国的情况之下 然后又要维护国家主权 就是不坑不卑 然后是又要强硬起来 情况之下 维护这个国家主权 是考验着马来西亚的外交部 还有这个国盟政府的一个挑战 然后会怎么收局呢 我觉得是马来西亚顶夺了 因为这个中国飞机的行为 没有侵犯到马来西亚领空 马来西亚顶夺会召见中国驻马大使 然后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 然后再更加大一个层次 就是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的领导人的会面的时候 可能提几个事情 就这么样的不了了之了 我不会预测还会有什么大的一个反应的 好的谢谢老大哥